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一段是在历代之下 第十九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祷告 主上帝感谢你小子恩典 让我们可以一起来 研读你的话语 愿你圣灵尽职其事 使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 向你先让祈求祷告 奉主为孙明 阿们 好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节的经文 由大王约沙发 平平安安的回耶路撒冷 到宫里去了 好 如果昨天有一起读的 才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当雅哈王跟玉莎法王一起出去征战 好 雅哈王在很奇妙的境况下 生命丧失 就是玉莎法王 平平安安的回到了耶路撒冷 好 如果我们对照十九章的资料 其实帝王记没有特别写到 好 包括 玉莎法他之后从 就是从激烈的拉姆回来之后 受到先知的责备 因为这些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特别看的 今段 别忘记没有记载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 历代词的这些记载来好好思想一下 回就是回来回家了是好事 如果出去征战可以回来 那但是很有意思是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好像暗示亚兰王击退了进攻 他们好像没有进一步的又怎么样去要战胜 约莎法反倒是平平安安的回了耶路撒冷 好 然后第二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护出来迎接约莎法王 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华的人呢 因此耶华的愤怒临到你 好 耶华在这边提出警告 即将会有外敌的攻击 然后在之后的20章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件真的发生了 甚至他在商业贸易上会失败 在20章37节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都因为约莎法王跟美国以色列那个被称为是作恶的亚哈王结亲结盟的缘故 好 耶华他曾经就预言责备发杀 然后他特别讲到这个愤怒是呈现在这些外邦人的入侵还有商业上的失败 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 我相信你有人想要接受这样的事情 但是许多时候真的因为我们做的选择神的愤怒真的临到了 所以我们真的不得不要更加的警醒 当耶护在指责 亚撒依靠亚兰王不依靠耶和华的时候就被关进监狱 就是那位先知 好然后这时候好像约莎法命大很幸运的回来了耶路撒依靠 但是竟然这个先知真的是很勇敢哦出来迎接但是他却责备这个君王 然后约莎法呈现出好像就是很灰心很丧志但是他就回来了 然后这边有个翻译就是讲帮助恶人如果救人的眼光来开 约莎法跟亚浩王他们一起合作要去进攻攻打亚兰就是他们敌人好像是明智之举 但是并不是这样啊当这不是上帝心意的事即使人看起来是多么棒的事但那也不是事实 然后神的愤怒会临到你上帝并不喜悦约莎法所做的选择 然后也透过公开的责备表明上帝是不喜悦的 然后特别之后的还有很多的记载哦就是有文鸦人 衙门人或者是希尔山人就继续攻打 犹大还有约莎法他们的军队好第三节 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 所以其实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其实只有读三节的经文有很多的转折 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为他做的是正确的事立定心志寻求神 神的愤怒是会领导的就看你选择做的事是什么 但是若立定心志寻求神的时候不要再想 既然我是基督徒我什么措施都不会做 如果这样想真的想错了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更警醒的生命 我们先来祷告 主上帝求你亲自施恩联明 帮助我们 特别我们看到 约莎法他这些经历的时候 让我们不得不有更警醒的心 求你亲自圣灵引导指教我们 能够走在和你心意的道路上 主求你也尽知是恩 圣灵我们的罪 不让你的愤怒领导我们 向你献上祈求 祷告 封主的孙明 阿们